還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呢 請看這一集的趣事以羅筐 美國NASA派到特殊的衛星影像 太平洋上有三個颱風 幾乎排成一支線的罕見奇觀 其中一個就是第17號颱風奇羅 有專家認為有三個暴風同時出現 很可能是因為今年的聲音現象很強 此外 三個颱風後方 還跟著一個剛形成的熱帶氣旋 讓太平洋的海面上格外熱鬧 蘋果公司最近正在興建 以太空船形狀為設計的新總部大樓 無人機攝影師在網路上公布空拍畫面 畫面顯示飛碟形狀的建築外型基本成型 從空中俯瞰 這座遍及達280萬平方公尺的太空船 巨大而又壯觀 正式名稱為蘋果地人園區的新總部 計畫容納一萬兩千名員工 還有30萬平方公尺的研發中心 安裝70萬平方公尺的太陽能電板 為園區供應100%的再生能源 預計2016年底或2017年年初投入實用 才剛生完4個月的凱特王妃 被媒體傳出再度懷孕的消息 據明星週刊報導 威廉不小心對好友說溜嘴 表示這是美好的驚喜 加上凱特已低調神語月威 沒有出席公開活動 更讓外界確定凱特懷孕的可能性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